你们俩能收拾我两天吗 孙姐 哎 把鸡汁拿下去 等一饿了再装进尘 好 来 没脸 姐 依依在我们家呢 依依去你家了 不可能啊 刚才我叫依依吃饭 她在床上睡觉呢 让我上去看看 我上去你上去吧 妈 我妹还能骗我吗 那我相信也见了一时 那先吧 我去 我们也去 慢点 慢点 好 来 我父亲 我父亲 来 慢点 你等着 依依 小乖 美里 你让依依接电话 依依吃的正嗨呢 你顾不得 什么 吃的正嗨顾不上 消消气消消气先 那你好歹得让孩子 晚饭吃晚了 行 让他先吃饭 放心吧 我跟张萌 我们俩最会劝人了 美里 要不要我和你姐夫 现在过来 不用不用 这么晚了 你跟姐夫 别往这折腾了 要不这样 明天早上 我让张萌 送医医上学校 行 那也行 那就辛苦你和张萌了 甭客气了 好嘞 那怎么 你不打算把孩子 接回来了 妈 就一宿 让依依受罪也好 你说什么呢 美里能让依依受罪吗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想说啊 让她知道 气阵零下的思维 你什么意思啊 我妹还能给依依脸色看吗 你误会我意思了 我是想表达 你别瞎表达 总之一句话 在家千日好 出门一日难 我的意见是把孩子接回来了 妈 我不同意啊 不能孩子一威胁 咱们就妥协 我觉得今天晚上就让她住过我妹家 明天放学之后我再把她接回来了 大成 你不要拍 大成 想好了怎么说啊 说 说 最后成功我拍完 对啊 那个这个就是那个 那什么啊 我想想啊 你倒是说呀 哎呀别慎着了 忙着这儿 哎 哎 你猜猜看 先生到底想着谁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老太太了 你说呢 不对 我感觉是太太 大头 一百块 这样 你们俩十足剪刀铺 好吧我来当裁判 进路啊 你是谁 我一个十足蹲我上 你孩子走一走 离家出走啊 你还这一样 哎 我logo 又没机会了 我 连主科课本都忘带了 可见脑子里就没有学习 想不想吃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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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可惜你芽芽太少了 不是芽芽是芽芽 芽芽放下来 小姨芙你可真逗 哈哈哈哈 那这不叫真逗 这叫真品的宝贝 坦白从观影 怎么回事这次奋不顾身 就结贷人起了 我妈侵犯我隐私 她换我电脑 那姐确实过分 姐一点都不过分 这是不是很正常吗 在国外那叫前半意思 在咱们国家 符合具体国情来说的 没有搬过孩子东西的父母 那都不是好父母 什么鬼 就是 你这是什么话呀 你妈那是关心的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啊 我小时候 没有我妈没搬过的东西 我什么东西都被我妈翻遍了呀 美其名言呢叫 预防我早恋 实际上呢 有一个好处 你知道什么吗 我什么东西丢了 我妈都能迅速给我找回来 所以我妈就变成了我的大秘符 老板 就您的得 你还少了力 你可别看不起我 告诉你 我绝对的 我生这么帅儿子 足以证明我当年 小鲜肉走过来的好不好 来来来 小鲜肉 喂喂你们家这小小鲜肉 让我吃两口 来 来 这嘴上怎么全都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对吧 你小鲜肉刚才说的是对的啊 你妈这么做啊 就是后悔这么多年没管你 也是想多了解了解你 当然了 方法欠缝太极端 你这虎口多实 你干嘛呀 我就尝一丢丢 我跟我儿子分点怎么了 小鲜小一缝 你特别愿意来你们家 为啥 因为你们俩都不像大人啊 不是你这孩子 我听这话不像能夸别人啊 我听这也是 我的意思是 我奶跟我妈老段的大人家 那你爸呢 我爸 Pakеты 俩都怕 但也确实 不许这么说大人啊 本来就是啊 杉杉 姐姐跟你换换好不好呀 人当顶了 你个小没良心的你啊 要道女 Kris呢 怎么特老实验啊 哎 爷 小鱼回头教你一个加密技术 弄完了之后 就算你妈是黑客 也黑不进你电脑 黑什么呀 我已经把电脑砸了 砸了多可惜呀 你那电脑不是那顶配的 什么回事 吃饭 妈 你也理解我 我也确实没办法 干嘛去 心灵们出去透透气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 不用了 你陪我气都白透了 我也就是客气客气 说什么 我是说你 你透透气的话 应该吃完饭再透 没心情吃不下 你说你给我老叫 就怎么了 你瞎花什么钱了 你工资卡一下划走三千块 我就换了个CPU 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我跟你说 网游根本打不动 好 一一载我就不揍你了 手机 手机拿出来 干嘛报警了 警察叔叔可不管这事了 我个屁警 手机 给我算笔账 猪肝蔬菜米粉 二十二块八 拿三千除一下 一三一点五七八九 就算一百三十盒吧 营养菠菜面 十三块八 拿三千除一下 二一七点三九一三 二百一十盒 胡萝卜苹果果 你四块八 除一下 除整了 六百二十五 哥们 我现在已经辞职了 咱们全家开销就指着你呢 好家伙 您这一高兴买CPU 咱儿子都没饭吃了 你也算了 这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 等于一百三十盒粉粉 二百一十盒面面 六百二十五 但是妮妮 粉粉面面 妮妮 搞得跟咱儿子 是涉毒分子一样 别打杀 你 你 你还乱花钱吗 我不乱花钱了 懂事 要懂事 一块懂事 什么意思 你那些化妆品 也不便宜 反正我也不工作了 你能不买 我不买了 那趁着这个机会 你把网游歇了呗 你上个月充点卡 将近两千块了 我跟你说不可能 这事你想都别想啊 网游那是我第一爱好 行 依依 过分了 往里家出走 老伴不对啊 你挂爸爸添花 大小姐快说 笔记本需要什么配置的 老爸给你不当贪心呢 我去问问我小姨父 一会儿给你打过去 公警器老爸电话了 真给面子 小姨父啊 最规笔记本电脑什么配置啊 我爸说要补偿我台新的 行 你等会儿一会儿小姨父就给你拉张单的 好不好 好嘞 谢谢小姨父 不客气 来 这 羡慕苏啊 有钱就是任性啊 错 孩子有个有钱的把鼻才任性 那咱们儿子不是输在起跑线上了吗 输在起跑线上踏实 好 从今天开始 我张猛的第一乐趣 就是挣钱 第二乐趣 才是网游 给蜜饭 Fighting Fighting 姐 喂 姐 好好好 你放心吧 嗯嗯 我不让音音知道咱俩通话了 啊 你都到楼下了 你还瞒她干嘛呀 那人家一看语文书 不就真是在家里有人送啊 你太高估她了 一是个学渣 课本多了少了 她根本就不知道 一 一 啊 你 作业做完了吗 啊 还掐掐学院子 你先做作业 做完再玩 哎 玩会儿就写 你小时候可真学霸呀 小姨 小姨 你干嘛去 倒垃圾 你没拿垃圾道啊 写作业 来 放心吧 依依就没事了 我跟张萌我们俩都劝她 我们跟她说你妈看你电脑是因为关心你 妈 谢了 依依肯定没跟你说她早上闻身子事吧 没有啊 还有这出呢 我一擦擦就不敢跟你说 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我总不能二十四小时都盯着她了 我帮你想个主意 你笑什么呀 我车里搜主意 我就跟她说 我都整人 车里整人帅 不想让她直接就吓着 这招行吗 行 那关键找什么呀 那不从你们公司随便找一谁 那不合适吧 家事人公司的人知道吗 好 好 好